今天是媽媽去購物 今天我會去上海街買一些蛋卷 在日晚地站上去 上海街有很多東西購物 我們在B2出口 上海就對了 這裏上海街有很多用具 廚房的都存在 針飯 刀 很多東西購物 在這裏隨便可以找到 我們現在看看東西的情況 蛋卷夾 底面都要平 甲位就要不要太大條 這樣可以看到 當然選購更美 做上海的蛋卷會更美 還有價錢 每間店的價錢都不是滑一 所以我們做精明的消費者會選擇 我們現在來看看食譜的材料 濕溫母鹽牛油 120克 低筋麵粉 110克 吉士粉 10克 梳打食粉 1茶匙 3隻蛋 150克 糖 100克 糖 100克 還有適量的黑芝麻 現在我們一起做 先把低筋麵粉和吉士粉倒進西裏 還有沙打食粉 把它拆勻 把牛油放進大碗裡 牛油一定要室溫才能打得到 還有糖 先用低筋麵粉 蒸5分鐘 把牛油放進去 把牛油和糖都放進去 淡黃色 把雞蛋放進去 加上第一隻的時候 要把牛油和糖混合 再加上第二隻 混合完 加入一個 加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一次過把三隻雞蛋倒進去 比較難打得混合 用慢速把所有粉加進去 弄到這樣的情況 就可以拿去做 新買回來這個蛋液夾 如何處理 清洗乾淨 抹乾水 放在爐上燒一燒 放少許油 半茶匙油 涂均勻 火不太大 涂均勻 抹一抹油 兩邊都要燒熱 怎樣才會熱呢 灑少許水 有水珠 就可以開始做 最小的火 我現在放半茶匙 輕輕地放下來 不要按它 有得它 要不要4秒才按它 如果你太早按它 它周圍都飆了 一按它就已經出來了 5秒之後 反轉另一邊 燒5秒 打開了 如果還未熟 它會黏住板 如果熟的話 它就不會黏的 它就不會黏的 碟子就放在這裡 把它這樣 覆蓋 接著 用手這樣捲 捲到最後 停一停 1-2秒左右 即是固定的位置 可以放在乾淨的碟子 現在說一下芝麻如何處理 當然要洗乾淨 晾乾了水 白鑊 不用加油 放下去就乾乾它 你會看到芝麻的樣子會脹脹脹脹脹的 用筋子會滑滑的聲音 很乾爽的聲音 現在我們做些有芝麻味的 灑下去 均勻一點 比較香一點 先拌勻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放下去 做成了就是這樣 我們開始來捲 顏色要做到有尺尺的色 口感會好一點 會脆口一點 如果太黃色 它可能會軟身一點 吃以上就沒那麼脆 家鄉蛋卷完成了 很鬆脆 而且蛋味很香 非常好 下午茶、咖啡、奶茶 非常之不錯 或是當小食來吃 都很棒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做些跟你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 好 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頻道 留意在Instagram和Facebook 還有我頻道 很多小食的食譜 或者是家庭的菜式 你們都可以上去重圍一下 多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下次見 拜拜